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本期是我们第一期的视频 那么今天最主要是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防疫小知识 如果你喜欢本则视频的话,那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哦 好,废话不多说,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在抗疫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年多 那么其实政府早前就推出了一个麦神家车的apps 那么最主要这个apps呢,是追踪我们所有用户的行踪 好让政府可以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它可以直接追踪到整个接触的人群 其实马来西亚的一栋可以分为四种颜色 那么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以及红色 那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那就是蓝色,是属于低风险人士 它是属于一个,属于normal,然后是没有被感染病毒的这个风险 那么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接触到确诊者的话 或者是呃,呃 呃,离华,也ализ",呃,彻击是隐04 那么有一些关系是黄色又是属于黄色 那么黄色是属于第二级别 黄色其实代表着什么?黄色其实它是呃,也属于低风险 不过黄色就是有接触到一些的确诊人士 或者是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有确诊者出现在身边 所以我们就被列为收观察名单 那么黄色跟蓝色有什么分别 那么黄色除了是 10天里面要向政府 去申报我们的健康状况 然后最大的分别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 收到疫苗接种的通知的时候 黄色是不能出席的 黄色是不能去到 这个疫苗的接种中心 这个是巨大的分别 那么第二个就是 如果有症状的话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将 附近的医院去检验 然后因为我黄色了过后 可能碍于一些心理压力 跟最近的失眠问题 所以导致我出现了 我认为的一些症状 但是幸好去医院的时候 幸好是成因 所以本人是没有事的 那么这个第三级别 就是橙色 那么橙色代表着什么呢 橙色是属于疑似 确诊者或者是超近距离的这个接触 所以你被列为就是你用这个可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 得到就是得到这个病毒 所以橙色来说的话 它一样是不可以去这个 接种的疫苗中心 它是属于高风险人士 然后以橙色开始的话 其实意味商店商场任何的场所都禁止进入 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最新的一条法律 是为了赫止这个COVID-19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属于红色 那么红色就会被隔离成是无症状的这个COVID-19确诊者 又或者是你已经被确诊的 那么这个红色呢 自然而然你要嘛就是会被居家隔离 或者是你要去隔离中心 就是任何的地方你都不能去 然后你必须要完成这个隔离手续 然后你必须要被医生批准出院 那么才可以你的马来西亚政府才会换这个原则 大家也知道马来西亚近期的病例连续 好多天都是四位数五千六千七千左右 所以恳请大家不管是什么颜色 一定要做好SOP 然后尽量带在家 因为马来西亚已经 我们的这个卫生体系已经撑不久 所以也鼓励大家尽快的去注册这种疫苗 不管是什么疫苗 不管是阿斯利康辉瑞啊 或者是科兴啊 我觉得疫苗肯定比病毒安全 那么发生意外的机率其实非常的小 所以我觉得因为一种病毒 现在在马来西亚每70多会就有一个种 我觉得非常严重 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待在家保护大家保护自己 好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pm留言区的问题 希望小片可以为你做一些解答 谢谢 谢谢